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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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MY CHANNEL 喜歡的就Subscribe, Like 和 Share 今次是說Save and Earn Money 了 金錢遊戲中 首先要學懂金錢為你打工 但這一點都不容易 第二件事我發現做正行生意的人 大多數會怎樣賺錢 算是發現的,應該是一套理論 要知道這個社會在外面 有多姿多彩的東西 伸出去搶你的錢 和賺取你的金錢 那樣伸出的都想要 即是破產都不行 說回這套理論 例如各式各樣不同的大牌子 李嘉誠集團的業務 銀行裏面的制度 首先我以上講的這三件事 是怎樣賺錢 不如 好像各大牌子每一季都出一些新的貨品 那你買一買一買 那些錢 不就是它公司賺 你就得到一些虛榮感 和你是幫它打工 在成哥業務裏面 教釋了我 壟斷是可以賺到錢賺錢的 這件事 見它所有的東西 都是衣食、住行和Internet 科技、藥品 全部都是必稅 銀行的按揭、貸款 都做到錢賺錢的效果 小部分人還可以借錢 幫自己採取一番事業成功 銀行領的一個體制 也是錢賺錢的 就是一個很大型機構出名的財務公司 如果跌落了它的卡數陷阱裡面 不玩呢 就有時間你玩了 以上這三個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但資本很大 你的本金要很多 好像某一個牌子 它都將其他牌子一收購 變成旗下的業務而壟斷 但比起它以前的質素 一個袋真的可以用10年 以前那些工 即是日流 先回這裡 雖然壟斷這種手法 不是很適合 不過成效很高 除了這個大牌子手袋壟斷之外 我舉了一個女子 就是這個中標行業 你有沒有發現二手買在中標的市場裡面 其實很多Facebook的群組 都是自己人 價錢抬到高 加上強國人又搶貨 所以近幾年的價格 不斷地升 人們看到它這麼厲害 自己公司都加價 像Rolex那些PP 什麼都大 好理由益上二手市場 而自己品牌不加 這就是我講的正當生意 賺錢的理論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這種說法 不過都是奸商的一種 無價不成商 我們今次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其他東西 拜拜